恐怖的事件就发生在下午4点半左右 台北捷运江子翠战发生了首次随机迟到杀人事件 犯案的动机呢还在厘清 不过现在有一名目击的女高舟生 口述了当时的情形 而且电话那一头她的声音不断战斗 车子在正在进站还没有开门的时候 就有一个保全从前面一个站跑过去 说喊保全保全 对面的门旁边藏一个人 但是我只有看到一点点我没有看很清楚 后来车子一进站开门之后 我又看到两个人 然后后来我就往后退 然后里面有一个女乘客走出来 身上有被探到鞋子 然后还好她还怕救我 她说小心不要进去 里面有人有刀子 然后当我在转头 我就看对面的月台 然后车子也正在进站 然后我在转过去看 我就看到月台又多一个人趴在外面 然后我猜可能是那个人要被刺 然后正要走出来 然后走到那边就没力气就趴下去 然后就看到一堆人开始往上冲 所以欧允海跑位跟着往上冲 我去看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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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